吴尼娜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你来看到 为了要推动无烟局场的环境 花莲前卫生局26号的上午 在县政府的大礼堂 举办了无烟局场的颁奖典礼 即共创清新环境 推动健康无烟局场宣誓的记者会 那么也希望透过各乡镇市的首长 来带领投示范 共同来营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经过卫生局调查 花莲县13乡镇市清洁队 有将近五成的员工有吸烟习惯 而抽烟不仅危害资深健康 也对周围人群造成严重影响 并增加罹患癌症 心脏疾病和呼吸问题的风险 我们都知道烟害 它除了让自己受一手烟的伤害之外 它还会怎么有二手烟 可是可能有很多人 不知道有所谓的三手烟 而这个三手烟的毒害 其实比二手烟还要严重 所以那小孩子他已经没抽烟了 但是我们父母很爱孩子 尤其爸爸特别爱了女儿 抱了女儿之后 结果没有抽烟 但是他女儿在甚至边边很近的环境之后 也吸到所谓的三手烟 所以让他很多过敏的反应 所以其实整个吸引的行为 真的是一个害人又害己的行为 为了推动无烟职场环境 华联县卫生局26号上午在县府大礼堂 举办无烟职场颁奖典礼 即共创清新环境 推动健康无烟职场宣示记者会 希望大家都能从自身习惯开始做起 一起推动一个健康安全更为有序的职场环境 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 大家会觉得说男生出烟的人口比女生的多 但是被癌罹患的人口 女生并不亚于男生 所以女生都是收什么 二手烟 然而我们孩子刚才讲了 三手烟交流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的改变 我们可以帮助到非常多 间接受到这个烟害的危害的所有人 所以无论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你的周围人也会身体健康 在13乡镇市首长积极支持下 县府今年启动清洁队无烟职场评比活动 鼓励清洁队员戒烟远离烟影 享受更加清净的空气 不仅是对员工身体健康的关怀 以时协助乡镇市接轨花莲县永续发展健康的目标 提高清洁队专业形象 为花莲的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记者徐立晴花莲市报导